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羅馬這個制度為何好呢? 我們容納到不同的聲音 譬如Phabius,他的聲音就是要反對進取的,他是保守派,他要守的 事實上適當的時候應該要守的 但是他可能守得太厲害了,九守必失 Scipio就有另一種聲音 Marcellus和Scipio代表另一種聲音就是主張攻的 其實什麼時候守什麼時候攻? 你掌握到時間,這個時候守這個時候攻 有靜有反,有陰有陽 所以羅馬就厲害了 有個國會被他爭論,容納到兩種不同的聲音 就終於成就到這個大業 話說他們打之前,Hannibal和Scipio 大家先見面,先打個招呼 大家看到對方的時候,相傳這些不知是否 因為現在有很多事情都失傳了 就說他們看到對方,大家都靜了 互相對望,很欣賞對方 哇,真厲害 然後就開始談了 就說了一些無謂的事情 然後後來談不妨就打了 那就贏了 Decisive Roman victory Scipio從此 羅馬人的名字是很有趣的 有Agnomen Agnomen 如果他人有成就 就可以加個名字 Scipio was awarded the Agnomen Africanus 所以他的名字叫Scipio Africanus 就是攻陷北非者 攻陷北非者 所謂很出名的一個將軍 後來打輸了 Hannibal還很年輕 他打輸了 46歲 他又沒有殺到他 後來,雖然你打輸了 但也不代表你可以立即滅了國家 打輸了,Hannibal就 Carthage就說 算了,各地賠款 從此西班牙沒有了 Corsica,Sardinia也沒有了 西西里也沒有了 從此走到北非 Carthage Hannibal以後 就做軍事顧問 後來打完仗又聊天 都很文明 開始文明了 不是說 你死我會 Scipio就問Hannibal 他問他 誰是 greatest general of all time 誰是最厲害的將軍 Hannibal就說 第一,阿力山大大帝 戰無不勝 第二就是 Pyrrhus Pyrrhus 就是 另一個希臘的將領 現在我們英文裡面 有一句叫 Pyrrhic Victories Pyrrhic Victories 就是 好像七雙拳 你打人家十分 自己也雙七分 Pyrrhus也是戰無不勝 但他每次打完仗 自己的士兵都死了七成 他每次都打贏 所以 他就說 第一是阿力山大 第二是Pyrrhus 第三是誰呢 他就沒有 他就說 如果我打贏了你 他就應該排第一 他就應該把其他人打贏 可惜打不贏 他 他就說 明運作龍 上天注定 Cyrrhus 要屈於北非 這樣聊天 後來 後來 後來又有些趣事 Hannibal Hannibal 就是 去聽一個 學者演講 那個希臘學者 專門研究一些 軍事策略 聽他演講 就是 作為一將軍 應該怎麼做 聽完之後 人家問Hannibal 你覺得他講得怎麼樣 這個教授 這個希臘的學者 接著Hannibal就說 蠢的人我見過很多 不過這個也算是最蠢的 即是說 紫上譚兵 你真的打過仗 你才知道 後來 兩個 Hannibal 和Scipio 都是retired from politics Scipio 他打聖仗之後 很尊貴 但是 很多人妒忌他 Cato 是其中一個 我們講的Cato 又整天冤枉他 又說他 後來打仗 又說他打其他仗 又說他通販賣國 又說他 那他就頂著肚子 他說 你們這些政治這麼髒 那我 不鬼玩 躲在Campania Campania 是甚麼地方呢 即是 Naples附近 專門 成產 很漂亮的水牛芝士 Mozzarella 芝士 Pizza Spaghetti 全部都是在那個地帶 他都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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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隱田園 好 我們回到Cato Cato 很喜歡從政 說話很厲害 Cato's speeches brought him more and more reputation And he was regarded as the Roman Demosthenes 說話很厲害 人家譽他為Roman Demosthenes Demosthenes 是一個很厲害的演說家 希臘是一個很厲害的演說家 However his frugal and simple way of life was what impressed the Roman people most especially the poor 但是他最出名的都是 他那種 雖然身居那個很高的權位 但是呢 生活都是很簡胖的 The Roman victories in war brought in large sums of wealth 那當時呢 打贏了 Carthage 那 很多錢 因為要賠很多錢 那 那 那 第一 當時打仗呢 徵召了很多藏丁 那 那很多 那些男士呢 就是離開了他的農地 那些農地呢 只是給一些老人家 或者女人來打你 那 很快就荒廢了 田園很快就荒廢了 中國那時候也是這樣 那變了有很多 Mask and employment Because of neglect of farming 那 有錢那些呢 打勝仗那些呢 那你打仗當然是死人的 回來就只剩幾個 那 那回來的那幾個呢 就有很多錢了 那他們買起了些地 那就開始造成了 Wealth polarization 那 就開始呢 就是 令到羅馬的政局出現了一個不穩定的 有很多 失業人 失業大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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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o呢 就 就要處理這個危機 這個 這個 內部的危機 慢慢 Cato was worried that the Roman Republic by now had grown too large to preserve its original purity of spirit 那 亦都影響了那種 開始有錢了 那 腐敗人心那些 原本的貴族呢 通常都是 很有德行才叫貴族的嘛 就不是說純粹是錢來決定的 古代是以德行和戰功勇氣來決定誰是貴族的嘛 那 他就說 現在那些錢呢 開始 開始 腐化人心了 Upheld traditional Roman values and restrained the extravagance of his countrymen 那 那就是 他就經常標榜 想復古 其實他做的那些和孔子差不多 都是經常想 回到羅馬那種很純粹的那種 講究勇氣 講究治律 那種社會 Consider it more admirable to renounce luxuries than to acquire them 那他就說 要 打贏那些有金的人呢 就是更加榮譽 多於自己擁有他 那 當他是做了governor of Sardinia Sardinia就是這裏 這裏 這個島 這個島 Sardinia 那去那裏做一個總督 那 Cut down all expenses for banquets and entertainment 那上一任總督呢 就是 逢親有些羅馬的高官來 就大排賢籍啊 又招呼客人 那全部 全部Cut 得罪很多人 那更誇張 Visited various cities on foot 那連馬都不要 那通常有一隻public horse的 羅馬就說 你作為公職人員就給你一隻馬 他連馬都不要 這筆錢都省了 只用腳內行 Governed with exemplary dignity and severity 亦都很嚴明 鐵面宰相 就是這樣 inexorabl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亦都很公正的 indirect and preemptory in the execution of his orders 法令呢 是很嚴明的 言出必行的 so the authority of Rome was never more fear nor more love than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那就是為羅馬的軍威 政府的威嚴 就是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上次我們說了 他說話很厲害 那他的speech是怎樣呢 後人的形容呢 elegant and forceful agreeable and vehement playful and severe epigrammatic and combative 很有趣 又是一個陰陽的體現 很奇怪 既是很elegant的 很漂亮的 但亦都是很有力量的 agreeable 有時是很容易跟別人妥協的 但有時亦都很vehement 亦都很激烈的 playful and severe 有時可以說笑 有時可以很厭縮的 epigrammatic and combative epigrammatic 就是引用引經句典 亦都是充滿攻擊性的 那就是 他掌握得很好 說話 時快時慢 有時就哄你 有時就很兇的 那其中他有一些 抽了出來 我們可以看看 他說 I believe it is often a man's words rather than his appearance which throw light on his character 不要以貌取人 看一個人應該看他講什麼 on one occasion there was a motion to distribute corn for free 那他就說 要派糖 那時不是派 派宿米 那他就說 那怎麼可以的 It is difficult my fellow citizens to argue with the belly since it has no ears 你和我圍咬 不能咬 他沒有耳朵 那你這樣說 鬼不知道什麼 派糖 on the extravagance of the people 他就說 How can we expect to save a city where people are prepared to pay more for a fish than an ox 那時的魚很貴 但是他就說 那些羅馬人 這麼奢侈 你寧願 拿錢來買一隻牛 耕地 更多一點更好 拿錢來買條魚更貴 因為那時保鮮很難 I would rather do what is right and go unrewarded than go do wrong and go unpunished 那這個就跟 我們中國有一句 物以善小而不為 物以惡小而為之 差不多 I am prepared to forgive everybody's mistakes except my own 律己以厭 代仁以歡 很有趣 和中國那些 我不是特意選出來的 是這些流傳我來的 挺相似的 Wise men profit far more from the example of fools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They learn to avoid the fool's mistake whereas fools do not imitate the success of the wise 這個是對 這個 這個 這個是很 這個也是我的看法 When a certain epicue epicue就是一個食家 wish to enjoy his company 説想跟你吃頓飯 跟著他就說 I cannot spend my time with a man whose palate is so much more developed than his brains 這句很好笑 他只是說 你吃東西這麼聰明 更聰明 你聰明 我免得理你 但他自己 平時有什麼做呢 他也是很好客的 Always invited friends and neighbors to his dinner table 他經常請朋友來 來和他吃飯 Believe that a good table was the best place for making friends 吃飯最好識的人 一邊吃飯一邊聊天 make friends 聊些什麼呢 Conversation dwelt on the praises of the brave and honorable men whose deeds are worth repeating 都是說一些好的事 讚賞一些歷史上好的人 Worth repeating 也是 他很喜歡重複 重複說一些好的事 好的事是值得重複的 也是我們上次說的 教育 其實很多時候要重複 但是 少了重複 很難 真是學到一些東西 還有一樣東西很好 made it a rule 定立規矩 你和我吃飯都行 不過呢 就不准reframe from bad-mouthing or mentioning those who are worthless and disreputable 不准說人壞話 也不要說一些 就是 差的人 就算你說他都不好 這個我覺得 這個真的挺好的 這個 因為有時候 就算我自己和人吃飯都好 有時候 哪個人前 無人說 哪個人前不說人 一定會說人壞話 誰誰幾壞幾壞 這個真的挺好的 我看了這段 我也要反省一下 這實會 坐在一起吃飯 實會 偶爾說哪個壞話 他就 定了規矩 不准只要 說一些好的東西 大家從中學習 這個挺好的 military career 除了是 在law court那裡 很厲害 樂戰場 他都不差 他都注重要文武相傳 During the campaign against Antiochus the Great He won over Corinth, Patras and Aegeum to the side of Rome Antiochus 就是另一個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當時要攻打希臘 希臘有很多不同的城邦 Greek, Sparta, Corinth 他憑著三寸不難之蝕 說服了這幾個城邦 站在羅馬那邊 In the battle against Antiochus at Thermopylae Cato did great service to the Roman army 這也是 他也有去領軍 去幫忙 他不是將軍 不過是 幫著將軍 跟著出去 對 注意 授